老板娘 你能请我吃个饭吗 干嘛要请你吃饭 这个长得还可以吗 请我吃个饭吗 大哥 你能请我 有病吧 你能请我吃个饭吗 你能请我吃顿饭吗 我又不认识你 你就请我吃顿饭 美女 你能请我吃个饭吗 有人 我没请 你能请我吃个饭吗 小朋友 是否有很多我好 你吃了没有 没有 我吃了也不多 我吃了也不多 咱们随便找个地方呗 请吧 要到我吃饭去 真的啊 可以 那我们再吃了 走走走走 nice 吃什么你点一下 我点是吧 对你点 行我点 不用不用不用 说好多我请就我请 这有一千块钱 我们就把它吃了 吃完就行了 我请我请 说好多我请 我呢是这样啊 就是刚才问了很多人 说请我吃顿饭 都跑了 你哪里人啊 我西北人 西北人啊 怪不得能 你干什么的 我是卖糖葫芦的 卖糖葫芦的 那还是我请吧 你一年能赚多少钱 能搞个五六千万吧 卖糖葫芦一年能赚五六千 五六千万 大街上烤的糖葫芦 不不不不 那是传统的 我们现在是开的糖葫芦专门店 在商场还有街别店 开了多少个店 全国有150多家店 150家 对 一家店投资多少钱 15万左右 多久回本了 最快的一个月 最慢的六个月 一个月 你确定啊 确定 那一个糖葫芦卖多少钱 小串糖葫芦卖不快钱 那多少成本 成本就不说了吧 这个也没事 咱们都饭桌上了 成本多少钱 一只五毛 这个是暴力啊 还行吧 你这个糖葫芦跟别人有什么区别 我们将传统的糖葫芦 进行了新的创新 做成那种名义小串 我们有五十多种口味 从这个新鲜的水果 然后选用最好的山楂 这个山楂我们有自己的种植基地 我们的糖也特别薄 不沾芽 不沾芽 咋芒脆吃起来 这个挺好 酸甜适中 口感特别好 就糖葫芦吗 不不不 还有我们的炒蒜奶 饮品 鲍冰水果捞 冬天还有烤板栗烤榴莲 就一年四季的产品 什么什么 烤酸奶 炒 炒酸奶 没吃过 酸奶怎么炒 就是我们用新鲜的水果 还有这个 结合一些干果 八蛋木 然后把酸奶倒进去 然后炒到粘稠 冻成块 先炒再冻 对 一份多少钱 一盒十六到二十九都不得 这个成本多少 成本三四块吧 三四块 我也是暴力啊 你 那你多大了呀 今年三十二 九零后 对九零后 那不能叫你大哥 老弟 结婚了吗 结婚了 有几个女朋友 结婚哪有女朋友 确认啊 确认 你之前就是干这个的吗 学校出来以后就是做六十五年餐饮吧 之前还做过酒吧 你最高峰的时候一个店多少营业额 最高峰的话一个月可以做到15万的营业额 那你的成本结构呢 就拿我们金店来说吧 嗯 房租一个月四千 然后两个人员工资一个月七千 再加上我们所有的物料成本 嗯 水电费砸七砸八的信用 赚到四万五吧 所有的开支 那你能赚十万 最少 一家店 对一家店 那啥宝利考验啊 那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我终极目标是西小汤蜜糖葫芦 做到蜜雪冰城的一样 全国开一千家店三年内 凭什么是你呢 因为我们产品够新颖 利润够大 回往周期够快 你需要投资人吗 投资人不需要 我们现在的现金流已经够用了 不需要投资人 对 我只需要合伙人 跟我一起去 要多少个大概 如果开一千家店的话 全国各地找五百个人就够了 那我行吗 你不行 我不行 那你说说 什么样的人行 我们要那种就是想创业的年轻人 或者是小夫妻 因为我们是低成本创业 所以回往周期也比较快 风险也比较低 像他这样呢 就是他打工打了一段时间 像这种的我们是特别喜欢的 特别喜欢的 因为他会全程性投资 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会把一套完整的精英模式复制给你 你照做就行了 那如果说我来抄你这家店呢 很难能模仿到我 明明就是你把我们第一款产品模仿到了 我已经也发到七八款产品了 有没有跟你差不多的 有但是产品的更新速度没有往后 就是你的意思是你的核心竞争力不是供应链 而是你更新迭代 速度比较快 明年四季爆款产品会不停的产出 那你这个糖葫芦这样做的话要学吗 必须要过来学习 学多久 大概一周时间 你觉得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一下开这么多店 其实直接挺累 从管理啊 什么时候觉得挺累的 今年突然一下觉得比以前疫情之前的生意还要难做 你对这方面有没有感觉 我还有一点点感觉 你来说一说我 我来说一说 就是因为我跟实际老板接触比较多嘛 包括前段时间有几个大哥开了两三千家店的 我们在一起吃饭我们就聊 他们都统一说今年特别难 特别是这两个月 我说为什么呢 他们其实跟我分析了一下什么原因 三年的时间 大家都养成在线上消费的习惯 大家都抱以期待 大家都会在马路上走 走是走了 但是没人买都在线上了 所以他们总结了一句话 还是要再把东西放在互联上去买 以前我们说线上线下 那还没到 但是今年开始大家都感觉到了 那用户的路径变了 我们得变一变 行吗 来 祝你这个店越开越多 好 感谢你今天免费的午餐 没事没事 改天我请你 好的